佛门静宗导师上静下空法师 于台北时间2022年7月26日上午二时 安祥源济于台南极乐寺 享其寿九十有六岁 僧腊六十三丘 戒腊六十下 7月28日在祝念了超过24小时后 老和尚法体入殓盖棺 据在场信众表示 老和尚面容安祥神态庄严 犹如沉睡一般 气色如生且带有阵阵异香 在场信众无不感动 深信老和尚随弥陀佛的 皆引到了西方净土 净空法师一生有多次宾死经验 多次被诸佛菩萨救回 法师深信只要一切逆来顺受 但凡真诚皈依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若还拥有寿命则会加速痊愈 寿中则加速往生 净空法师身体力行 一生多次生死关头 皆遵循应光大师教诫 将夜报身转成成愿再来身 法师从小算命极之 活不过45岁 家中复书辈一多早邀短命 这都起因喜好猎杀造作恶业无数 45岁那年的大病一场 以出家净空法师之天命难为 定业难逃 就任其病痛丛生 也为就医一心一意纸专制念佛 偶尔喝些薄粥制成求生净土 不料粤鱼后尽好转痊愈 从此身强体壮 连小病感冒都不曾有 第二次也许是寿命到了 第二次宾死在79岁时 又遭逢一生第二次的劫难 当时是受邀访问中国期间 在北京遭遇生死存亡关卡袭击 病情异常严重 平日不太生病的法师 却在79岁时生了病 虽说时间不长只有四天 但病况严重高烧呕吐不止 那几日住在在饭店里 病情一直反反复复 病重期间一直昏睡 似梦飞梦的从床踏苏醒 到了第四日时 大约是凌晨三点多 法师感觉自己来到一处山坡 面对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 虽然是在梦中淡记得非常清楚 但病得很沉很重 似梦飞梦的从床踏苏醒 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山明水秀 虫山蝶蝶环绕的绿色草地 四周都是人山人海 这是法师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当下法师也忘了自己在生病 只看到满山满谷的人嘲笑我 一眼望去满山全是人对我看来 我当下看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但下一秒突然之间 这些人通通变成畜生 也是面对我上下打量 当下感到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那么多人 又为何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畜生 再详细端详 心想难道是常年弘法结缘的众生 这时众人的面孔 突发都转变成各种各样的畜生形象 遇到这么个情形 法师当下和掌念了南武本师释迦牟尼佛 再念南武本师阿弥陀佛 又念南武本师皮卢遮纳佛 再念南武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现无边身垂寻 当下佛现华严经上描述之大身 身变虚空却一览无疑 诸佛一同陷进虚空变法界大身相 就像经上讲的黄金山一样 半边天 殊胜庄严无比 一生佛号释迦牟尼佛出现了 这境界就没有了 那时法师听到旁边有人说 你还有没有放不下的 还有没有什么人要见面 还有没有什么事没完了的 还有心愿为了人未见吗 法师回答说通通没有了 此生了无遗憾 自己此生唯有弘法一事 为生命存在之意义 寿命长短请由佛菩萨决定 一心只想往生 最后的时候法师有一句话 如果佛需要我在这个世间帮助苦难众生 我说也可以 让我再住几年也无妨碍 这句话说完就醒了 醒来以后满身大汗 病就痊愈了 事后回想才知市场 宾死经验 印光大师在答复弟子 问病问命时经 常常开始念佛人不应贪 生不畏死 义不求死 梦醒后感觉轻松安乐 第二天就回香港 在香港安养了二个星期 又开始恢复了蒋经 这是法师宾死经验 死亡的经历 日后法师造访云南苍山 触目所见一切疾似梦中景象 法师了解真实感应 并明了佛经阐述一切皆是事实真相后 对生死更豁达 从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则亦加油把握 通常法师蒋经里拜佛号 都是这么拜法的 这么多年也拜熟了 第一拜 拜南五本师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 拜南五本师阿弥陀佛 第三拜 拜南五本师皮卢遮纳佛 皮卢遮纳佛为法身佛 阿弥陀佛为报身佛 释迦牟尼佛为应身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现身后 法师在念一生南五本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释迦牟尼佛不见了 整个虚空就都是佛 法师接续念南五本师皮卢遮纳佛 皮卢遮纳佛就现身 阿弥陀佛不见了 最后法师念南五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现身了 像跟佛一样大 法师说现在不怕死 最喜欢求往生 越早越好要是在这个地方 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真正发心只要为正法久住 为了弘法立生 你的一生佛菩萨都会帮你安排 所以不要操心 净空法师深信张家大师的话 中其一生从不为自身操心 所以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怎么样都好 更没有一样不好 所有都是佛菩萨的安排 该走的时候 法师有坚定的信心 阿弥陀佛必决定来接 佛祖什么时候来接饮 我什么时候去 佛祖不来接饮 我就在这边说法 多活一天就多讲一天 就是终身直至事业 阿弥陀佛也是天天都说法讲经 没一日间断 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也缩婆世间 讲经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休息 这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讲经说法教学 学习经典教义 叫做佛事 所以说绝对要相信佛教经典上的话 佛所说真实不需绝不会骗人 若想临终时得利 上升上品 平时就要用功 万万不可以侥幸 三个条件必须具备 临命终时刻一道 十念一念必定往生 这是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第一个 临终时头脑清楚不迷 如果遇不到善之时 也不会堕入三恶道 所谓好死好生 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 不然病人临终时 有许多昏迷神志不清 就连家人都不认得 那如何能念就麻烦了 临终有正念正信 十念一念 就算不能往生 也是人天良道 第二个条件 临终要有善之时提醒 就要赶快念佛 这个例子现前就有 一听到马上觉悟就接受 不反对 三个条件具足了 在现今社会 千万人当中才难得有一个 所以说平常就要放下 临终时才会有把握 这一条件具足够的